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来 那个22岁桃源的朋友 来 您说吧 你想说什么 我想先 其实我想跟 就是针对刚刚上一个人讲的 就是说就是 就是如果大陆捐疫苗给我们 然后我们会表达感谢吗 其实这个想法其实我跟您是相反 其实我觉得不会 我真的觉得不会 对 因为其实在我身边 不能说很多 大概有个三成 接近三成左右的人 他基本上是对于中国大陆疫苗 他们觉得是一种毒品 不是说会成瘾的那种 是不好的东西 我知道啊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打啊 我认识很多人愿意打啊 不愿意打的就是不愿意打 那愿意打的会感谢啊 但是会愿意打的我觉得 绝对不超过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应该不超过三成啊 我自己觉得是不超过三成 因为在我的同侪之间 就是比较比较偏率的 基本上是绝对不会打 那基本上 那偏率基本上就占五成左右 我自己自己的同侪之间啦 偏率大概就占五成左右 你的同侪 对 你很年轻嘛 22岁 对 其实很符合 就是很符合他的支持度啊 其实很符合他的很match 那基本上偏率大概就是五成 那就五成基本上不会大 那两台差不多 那处于中间选民 那偏蓝 嗯 加起来至少也有两成三成 那其实基本上就八成都不会大 嗯 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的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啊 嗯 所以你说 他们疫苗进来了 嗯 我觉得搞不好根本就不容易 嗯 我觉得会有人去打 会有人去感谢 但是就一定会被骂爆 那些人去打一定会被骂爆 嗯 但是那你说 嗯 你说那两成的人 你讲的 你讲的这个几成几成啊 我先不去arguing这个数字啊 我觉得也许不止这么多啦 因为现在在疫情的这个状态下 真的有疫苗来了 绝对会打的人 会比这个数字来高啦 那至于你说 是不是有些人一定不愿意打 一定啊 那那些不愿意打的 会不会去骂那些愿意打的 那也会啊 那这个也不影响那些愿意打的 会感谢啊 这都不影响啊 对啊 如果我觉得感谢一定有 但是如果说要像 我们感谢日本那样是不可能 嗯 对我承认啦 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那个 这个这个教育嘛 但是我 呃 mooping我刚讲的是说啊 如果真的这个疫苗 中国大陆这个疫苗来台湾 那让台湾人打 会有台湾人感谢的 那这就 这就 酝酿了这种感谢的这种气氛 那这样子是民进党不允许的 因为他不能让台湾人 有对于中国大陆 有这个好感的这个环境 去滋养起来嘛 那如果有一件事情 那就会有第二件 就会有第三件 你懂吧 但是 但是其实你要想 但是其实你想一下我 嗯 或许打中国疫苗的 基本上应该都对中国 本来就有好感 嗯 你你现在不能 割得这么清楚你知道 就是说 如果对中国有好感的 那会去打中国疫苗 好 OK我承认 那现在 是不是有些人他 他觉得有疫苗 他都他都愿意接受的 那这些人 那他如果 心里面觉得 啊中国捐了我们疫苗 那OK我打了 我也觉得很不错 那他不就感谢了吗 那你觉得民进党 对啊 那他愿意这样子发生吗 那这个 对啊 这个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人啊 有这个比例的人存在 对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 我知道他可能 一点点他都会预防 这样子 所以我讲的没错嘛 就是民进党 他不愿意这样的气氛 起来嘛 嗯 但是我觉得 像前面几个有提到说 为什么民进党支持度 可以四成以上 其实 我觉得还蛮合理的啊 我自己觉得蛮合理的啦 怎么说 因为 因为其实 在我同才见啦 因为多少会聊到说 就是疫情不好啊 然后没有疫苗之类的 然后比较有些同学 就会说 就是比较多的同学 他就会说 就是 就是他 他会把这件事情 没有疫苗这件事情 快到国民党身上 那个 怎么会脉络在哪里 逻辑在哪里 就是他们想法 就是我同学的想法 大部分同学 也没有大部分 就是两三成同学 他们认为就是说 因为就是国民党 挡住 就是国民党跟中共联手 然后挡住民进党的疫苗 嗯 就是因为民进党之前 他不是已经先跟 BNT已经先跟原厂谈过一轮了嘛 嗯 他不是原本已经签约 然后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他说不行 那这件事情 他们会直接归在于 就是 国民党跟中共身上 就是你的同侪就是 哦 因为中共主党 对 对 那你个人觉得呢 我个人觉得到底是屁啊 好啦 我个人觉得绝对是屁 你有看过我的 我有做过那一期的解释吧 因为就是上海复兴那个疫苗 对 对 你看过 对 这就是一个代理商的问题 人家有代理权 这是一个商业问题 最一般想就是 我们跟美国买不到疫苗 然后中共干涉 嗯 这个逻辑很奇怪啊 嗯 所以美国是中共的小弟 吗 就是美国要卖疫苗给台湾 然后先问过中共 这个很奇怪 你知道吗 就是这些逻辑 我自己是不理解 但是他们是这么认为 我觉得说如果 台湾现在买不到疫苗 原因就是因为 就是中共说 哦 你不可以卖给台湾 美国你也不可以卖给台湾 就你的同侪都相信了 哦 也没有说全部啦 我只能说就是 这些比例是 大概有两三成的人 就是我大概聊到十个人 基本上里面会有两三成的人 会是这样的想法 那其实跟他的支持度很近 嗯 跟他的支持度 就是你看两三成 拿到多一点中间选民 基本上会到四成左右 就很 就是很符合 市面上中的民调这样子 嗯 然后 然后还有 他们甚至还会说 就是 就是有点像是说 哦 还好现在不是国民党 不然他们就要打中国的疫苗 就是 就是 但是其实那个人 他是政治立场 不是他不算独派 就是他 他不是那种胜率的独派 他就是 就是 很一般的 很一般的 我觉得算是立场 算算比较偏绿一点点 不是胜率的那种 他都想说 哦还好现在不是 不是国民党执政 或者是其他人执政 或者是其他人执政 不然就是我现在可能要打 是国药 或者是 会 欸 科兴吧 不过你那个朋友 逻辑也是很差耶 那他如果不想打 这个国药或科兴的疫苗 他就不要去打就好了 就货架上有货 你不要买就好了 现在货架上都没有货 所以他宁愿货架上没有货 也不要货架上有国药跟科兴 是不是 他是什么 逻辑 现在民进党执政 是货架上是空的 国民党执政 至少货架上还有国药跟科兴 他不喜欢他就不要拿就是了嘛 他在 逻辑是什么逻辑 这不对 因为 他认为是说 因为你拿到国药跟科兴之后 你其他都买不到 蛤 就是你拿到国药跟科兴之后 因为你拿到国药跟科兴可能就够了 所以其他国家就说 哦你够了那我就先不买 日本日本一亿两千万人 人家都搞了两亿五的那个莫德纳跟Pfizer 辉瑞 还搞了AZ 1.2亿 什么鬼 谁说我们只有两千万人 我们只有两千万斤疫苗 什么鬼 我们可以多买啊 这是什么逻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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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的想法 然后 我也不想真 因为真的就是 就是也不会有结果 好 OK 对 然后也不会去解释 然后再 再来 就洛杰克我想什么想问 可以 没有没有 你就讲一下 你也call in 你要的call in 我来问你问题 搞什么鬼 你call in 你call in 你还讲你的想法 来你对你这个疫情 反正你是桃渊人嘛对不对 好 来说说你附近的感觉 你在 你暂时的普塞 我觉得现在 以台湾的医疗 医疗量能 没办法普塞 那你觉得以前是有普塞 就是半年前 半年前可以 可以 但是其实 反而以前可以 之前你有 我有看过一个 就是 他们在讨论 就是很立心 很立心在讨论说 为什么不普塞 这件事情 嗯 就是他们说 因为 就是 台湾的 就是普塞 那个事迹啊 嗯 他说基本上正确率 只能做到 9成7 就是79%左右 嗯 那79%左右 那代表说 会有3%是错的 那你普塞出来 你再做PCR就好了 嗯 所以 所以 他的意思 他们的意思就是 像是说 就是 假如我们现在 一千万家 我们现在两千万人 都做普塞 那你代表说 你有3% 就是验错的嘛 那说那验错那些人 他会分成 就是 未阳性跟 就真的阳性 还有未阴跟真的阴性 嗯 那他就是说 普塞出来的时候 代表说 他有一部分人 是普塞是错的嘛 嗯 但是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是错的人 他可能是没病的 但是 他可能是没病 但是他被 被司机认为说 他是有病 嗯 那那些人 他要怎么处理 他说那些人要处理的方法 就是说 他就全部送到医院 没有啊 那些人可以再做PCR啊 他是那时候 没有讨论到这个 他是说 就我现在告诉你啊 你普塞的出来 然后阳性的再做PCR 再去 金去捡嘛 那PCR如果阴的 就放走 那阳的就抓过来嘛 OK啊 他 他那个时候给的结论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道理 他给的结论是说 因为 那样做要花非常多的资源 啊 就是他说 他说普塞比较适合 就是已经有一点点 传播出去 因为那时候其实台湾就是 基本上 很平静 就什么都没有 那我觉得 半年前我觉得可能 真的比较不适合 但是我觉得三个月前 然后两个月前 甚至一个月前 就是刚爆发 一传出来的那个时候做 我觉得是比较好 不对 那个时候已经 你知道爆发出来 反映的是两个礼拜前的事情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也迟了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那个 最好的时间点普塞 所以你平常就塞吧 那你普塞出来 这有什么关系 你普塞出来 再做PCR就好了 那以前 在还没有大规模传播的时候 你不会浪费多少 医疗量能吗 你PCR出来 那抓出来真的有病的治疗就是了 这个数字不会高啊 那你说那个浪费成本 那现在大家都三级封城 那这个成本 更高啊 你知道 你知道这要怎么说 那还不如我们以前好好去做 这个就以前要不要买保险的 那个概念吗 你觉得保险费贵 那现在遇到意外了 那不是更倒霉 对不对 现在我们果然遇到意外了 我们以前就嫌保险费贵 就是这个概念 这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我们以前没普塞的问题 就是 就是以前 那个就是保险费的概念 你以前要不要花普塞 去做 去付那个保险费 先去抓出来 结果现在我们因为 大家去argue以前 因为普塞会浪费医疗量能 那些东西 会有伪因伪扬啊 什么什么 那结果现在好啊 以前不做 搞到现在这样 我们也没疫苗 现在大家全部封 你觉得要封到什么时候 6月14号会解封吗 你觉得 不会吧 不可能 不可能 6月底 不可能 对啊 那这个成本 对啊 那这个成本我们要花多少 这就是一个 买保险跟意外的概念嘛 你当时不愿意付保险费 现在遇到意外了 你怪得了谁 你再去跟你那个朋友 就argue吧 好不好 这就是我 怪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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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鱼 你怪范鱼没有用啊 那也是陈时中答应的 不知道那个谁 我一点不确认 中国大陆那边是 幾加几 什么幾加几 你说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好像至少要14吧 这我就不知道 好像14还要加7 我听说 我听说啦 是14加7吧 嗯 对 听说14加7 我们3加11有过扯 我真的觉得有过扯 对啊 这一点是真的有被骂 就是 我同学就是大部分 就算立场没有偏率 他们就觉得这个3加11也是很扯 嗯 就是你从国外回来的 基本上是高风险人群 然后你就只管3天 对啊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真的是蠻扯的 难得有共识啊 你同学 对对对对 有共识 他那个独快打疫苗 就这样 蔡丁桂教授 蔡丁桂老师嘛 嗯 对啊 他叫我们 他叫我们去 好意思 对啊 大家自己去参加试验 他已经打辉瑞了 好意思 这个也很奇怪 但是 现在还是有少 我觉得还是少部分人认识 认为啊 就是中国大陆疫情 他们觉得有 广暴 就是 他们认为说 你说你的同学认为中国大陆疫情有暴 就 广暴 广暴 现在还认为他们广暴 对啊 就是他们不认为说14亿人 可以 每天只有20个人确诊 像我们2300万人每天500嘛 那他不认为说 增口是我们的70倍 但是确诊是无可能的 比我们少非常多 他妈的人家有疫苗啊 我都要骂髒话了 他们觉得疫苗没效啊 不是生理时间什么啊 那 那你同学应该要去写信给肖敬腾啊 你打的是没效的疫苗 你同学知道肖敬腾去打疫苗了吗 所以就是很容易被骂走共同路人不是吗 那你同学知道肖敬腾打完疫苗 他是脱了口罩跟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也全部都脱口罩 大家去合照吗 我有看到一个新闻 那你 你知道那个合照代表什么意义吗 就 大家都脱了口罩的 而且是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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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但是就是 那你同学知道吗 应该知道 但是 有些人会选择事而不见 就是 那没有办法啊 你叫不醒装睡的人 那就算了吧 就是大家各活各的是不是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随便他啦 好不好我做我该做的 你要装睡你就睡吧 祝你有个好梦 烦死了这些人 所以就是 他的支持度我还有事成那么高 那是随便啦 那是 就死你的好了 我真的我也气了 你随便啦 我尽我的力啦 你真的如果这样你都还觉得 那 没话讲了好不好 还有 台日友好也是 就是 就是今天 今天 今天最新闻的新闻还是昨天 我的问题是这两天吧 嗯 这两天是后文啊 那不是 我全部的朋友都在转发台日友好 嗯 对 然后 就 我有一个同学 他就点出一个逻辑 说什么 说什么台日友好 他就 后文说叫台湾人行行 说什么台湾 台日友好都是台湾人一厢情愿 嗯 是啊 你结果呢 他被骂吗 嗯 我不知道后续啊 但是我跟一个同学讨论 我后来想出 就是 就是 我后来又有一个 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状况 然后来比喻说 我今天他送我疫苗这个状况 就说可能我今天是 普通的同学 不是朋友 朋友跟同学不太两 同学是说 可能就是 日常生活中会接触 嗯 你们没有那么好 嗯 但是你今天可能急去什么东西 他同学说 我这个不用 给你 我这个用不到 或者是我多的 但其实他也要用 他就说 反正我用不到 或者是比较不好的我给你 嗯 但是你会跟他说 谢谢没错吧 你会说 谢谢 嗯 但是你不会去跟另外一个同学 你不会跟其他同学跟他说 我跟这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今天就轻松到这个状况 就是日本他给你一个他他不要的东西 但是然后我们就跟着全世界说 哦 我跟日本是好朋友 我跟日本是好朋友 嗯 那是因为你看得清楚啊 你同学有看得清楚吗 嗯 基本上如果是台日友好 这个这个文 这个 这个议题上的话 基本上大家都是 比较偏向台日友好 我觉得要分 要分两个概念看了 我们该不该谢谢日本 我觉得该谢 哦 就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在饥荒的时候 那个圆外开开仓 去去去正量嘛 那那圆外发粮食给那些灾民吃 那那些灾民吃的也不 也不是圆外他平常吃的 圆外他平常一定大鱼大肉 他给灾民一定吃的比较一般嘛 但是灾民还是谢谢圆外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是那些灾民 我们谢谢圆外 圆外虽然给我们吃 他平常不吃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是灾民 所以我就谢谢圆外 好不好 那但是我不会说 我跟圆外很好 好不好 这是两个概念 我这样举例你就明白了 对不对 这是两个概念嘛 哦 我还是谢谢圆外 我谢谢日本 但是 我不觉得台日 民间啦 也许民间好啦 也许我跟山上 山上优雅很好 好不好 那这是两个事 但是 都站在政府的那个层次 没有什么台日游啊 没有 大家还是国际上还讲利益啦 好不好 OK 对 就这点 看不下去 不是看不下去 你知道山上优雅吗 但是 哦 好好好那没事 啊 来 好 好好好 来 哦好 那那那那你还要说什么 嗯 基本上应该差不多了 好好好 那谢谢你啊 开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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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谢谢你啊 那个小朋友 哎你现在是大四是不是 快毕业了 哦 那你现在停 停课吗 哎 这叫抱怨 超麻烦的 所有什么课程啊 嗯 全部要期末 也不能考 然后全部改成报告啊什么 反正改成报告之后 真的很麻烦 那你的顺利毕业吗 可以啊 可以 但是就是 因为可能毕业是毕业的时候 你要申请 一些东西 嗯 就是例如说 然后检免或检修什么之类 现在全部都是改成线上 但是因为以前 以前学校又没有做过线上 所以都变得超麻烦的 要什么额外 要记信啊 然后我们现在进到我们的行政大楼 嗯 跑文件 你要你要到行政大楼的底下 然后先打电话 嗯 然后跟那个行政大楼人 讲到行政大楼人再下来 你不能直接进去那个行政大楼 嗯 然后避典也取消了 然后同学的避典都取消了 什么都不能说 没有避典 没有避典了 哭哭 哈哈 好啦好啦 大家共提时间了 好不好 喂 差不多 好啦 那差不多这样啦 小小弟 好啦好啦 大家共提时间 好加油加油加油 OK好好 拜拜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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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